大家好,我是菜刀,咱们继续带来这个新的一期视频 本期视频的话是沙漠科和卧龙的这个录像 之前的话,咱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沙漠科配这个张飞的视频 好的,咱们也是不多说废话,直奔主题 这一期录像的话,也是菜刀在直播的时候打的 感觉这个,这一集游戏的话还凑合吧 反正就是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沙漠科配卧龙这个组合的强大 当时咱们选拳框有这个月鹰卧龙和沙漠科 这个肯定是不选这个月鹰卧龙的 第一是因为新武将光环 第二的话是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卧龙沙漠科 我觉得是不比月鹰沙漠科,这就是说弱的 黄月鹰为什么强,是因为他能够摸牌的吧 那沙漠科能摸的牌,就是摸牌能力其实跟月鹰比 并不一定比月鹰差,而且沙漠科非常稳定的吧 然后的话,有人说那你月鹰沙漠科呢 月鹰沙漠科的话比较脆啊,爆发也很猛,但是特别脆 这卧龙还有防御 好,咱们看这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咱们也是速度放快点 因为咱们主要是为了给大家介绍这个组合 就是说他的这个,对吧 这个强大之处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个看一看 娱乐娱乐 然后看看这局发生什么 骑手两个内裤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咱们就没有再刷这个手细卡了 然后司马懿骑手山埃到二号尾,抢了先驱 非常难过 那我们手上有两个GDP啊 我们也不愿意猥琐 当时呢,我就直接出来了 看我一招,铁吉利咕噜 看了一个绿皮,看了一个队友 这样的话咱们就弃牌过了 留两沙一闪 因为这个桃子的话,回合爱这个对吧 不太容易吃啊 必须变成一系才有机会吃桃子 所以咱们为了触发技能啊 咱们直接留两个黑沙和一个闪 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事实上没有挂武器的情况下 回合爱出一张牌 咱们就能摸一张牌 下家呢,他这个乌龙能,哎呦,直接忍得了一发 是个队友,哇,这个卧龙被包养了就很厉害了 一个2.2厘米的武器 一个3厘米的武器 感觉这个刘备大哥好像是比较会玩这个沙漠科的样子 或者说他对沙漠科的技能是有所了解的 企业给了咱们一万张牌 咱们看过一下摸一张牌 请助我一臂尖双杀 那我们出闪的时候是不能再摸牌了 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已经我们通过了 在终于的回合内咱们看过的时候 已经用过一次这个吉敌的技能了 反正我们肯定不愿意丢牌啊 因为我觉得第一这个有桃子能回血 第二的话丢两张黑牌我也不太愿意啊 一会我们回合内可能要打波爆发了 然后这个孟后的话咱们之前看过的 没想到直接出来开门了 非常奔放啊孟后 然后过后摘桥 还好还好没有乱杀 要杀出一个草皮把我翻了就感觉危险了 上家表示看戏 三个蜀国 三个蜀国了还在丢牌看戏啊 不知道什么身份 咱们先挂刺雄剑摸牌再挂张包什么摸牌 上期的话也给大家讲过这个摸牌的效果了 咱就不给大家多讲这个东西啊 主要看这个爆发 你看这个配卧龙分分钟摸了一万两牌 这个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 这个沙漠科配别的其他武将的话 很多时候就说你摸了很 比如说你要是配一个 比如说配个卫妍 你摸了这么多张牌 你用不出去都气了浪费了 但是你配卧龙的话 大家都知道卧龙是一个用牌能力特别特别强的武将 几乎就是说可以不浪费牌的那种 对吧 然后还有咱们上之前上期给大家讲的张飞对吧 因为牌队里面杀比较多嘛 你只要摸的牌足够多 那杀肯定也是非常多的 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可以打这个暴力输出的 然后这个卧龙的话咱们就可以火计了 看我一招 就把莫头雷努 莫头雷努就把上家人王盾拆了 去烧上家 因为上家这时候这个还丢杀 肯定不是蜀国的 哇 结果很通通的把我们的雷努拿走了 我们这时候呢 这个把那两个卫国乐上杀我们上家 上家呢就是亮和绿皮啊 这个大条还挺维俗的 这样的话咱们溜溜 咱们身上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啊 咱们结束节奏 咱们身上是一个三零一米的武器 那么回合爱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在某一名角色的回合内 我必须出三张牌 才能触发这个吉利 但是 触发的条件难了 那收益肯定也更高对吧 就是我能摸三张牌 所以说我溜溜了五张黑牌 我用阴阳鱼溜了五张黑牌 这样的话在谁的回合内 就是在某一名角色的回合内 如果他要是疯狂的紧张的话 我连着看破三下我可以摸三张牌 也是非常舒服的对吧 就感觉好像 无损看破一样 然后刘备呢也是继续包养我们啊 然后五号位呢 顺了这个曹操的八国阵 跳了个飞位 具体是什么身份 咱们不知道 也许是鼠 也许是仇位狗 然后大桥呢 刚才流利了一下寻忧 然后这个曹操好像不太高兴了 或者说曹操是个人头狗 强袭了一下这个大桥 然后的话 因为寻忧呢 其实也打了大桥 总之两个人掐下来了 莫名其妙的 这个周瑜那一块 掐下来了偷管啊 然后在司马懿的回合内 咱们看破了一下 第二次看破 然后咱们用了两张牌了 在司马懿的回合 大家一共用两张牌 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啊 这个时候 在司马懿的回合 咱们已经用了两张牌了 然后司马懿有连弩啊 他会杀大桥 大桥流利了我们一下 大桥流利了我们一下 我们判了个八国阵 判了个红 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啊 判了个红 那么判了个红是什么意思呢 就意味着我们出了一张闪 这样的话 咱们在司马懿的回合 就出了三张闪 三张牌啊 三张牌 两个看破 就是两个无限和一个闪 这样的话 咱们应该是能摸三张牌的 大家注意啊 看好了 吉利古朵 吉利古朵 然后九杀 哎呦 慌的一笔好害怕 这个九杀流离我 是不是吧 没有闪 当时这个大桥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 就是怕这个杀中我吧 反正流离了那个庞桶啊 然后最后一道的话 没有流离结果这也非常悲哀的死了 然后这个大桥呢 跟魏国呢 也是这个掐起来了 有仇了啊 确实有仇了 然后的话 有人说当时大桥 这个演员大桥 好像确实也是 毁又的样子 但是确实跟魏国也是有仇啊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咱们主要给大家展示 这个组合的威力啊 这样的话 咱们的回合内啊 出第三张牌的时候 依然的摸三张牌 这样的话 这个方向线的时候 赵云通过龙胆量 原来是四个蜀国 那这样的话就稳了 咱们把这个杖八丢掉 回合外的话 咱们可以考虑 不留这个距离 或者说留一个两厘米的距离 这样的话 咱们是可以就是说 比较容易的触发 这个极力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 沃龙沙漠和这个组合 回合外啊 尽量还是留两厘米的武器 是最完美的 为什么呢 因为留两厘米的武器的话 我觉得是最好的 比如说啊 你留了一个两厘米的武器 那么在寻游斯马懿的回合 他杀了你刀 你出了个闪 还敢起策吗 或者说他还敢用锦囊吗 比如说他用锦囊 你看破险 你能摸两张牌 他的锦囊还无效了 那他还不如留着手牌 不用锦囊呢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沃龙沙漠科这个组合 如果挂一个两厘米的距离 在身上的话 那么是可以有效的 或者说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一个威慑作用 在其他角色的回合内 要么不敢用两张锦囊 要么就是用一张锦囊 不敢再对你使用杀 要么对你使用了杀 不敢再对你用锦囊 总之呢 非常尴尬 对吧 也就是说 那能不能对你使用两张杀呢 如果他杀你第一刀 你八卦阵判红了 或者说第一刀你出闪了 那么他也不敢再杀你第二刀了 那么你想想 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技能 就是他是一个威慑 但是前几条件是 你身上挂一个两厘米的距离 如果你身上只挂一个一厘米 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 不挂距离 或者说就是一厘米的话 那别人 比如说杀你刀 八卦阵判红 那你摸一张就摸一张 那我继续干 你继续用锦囊 你就不能再摸牌了呀 就变成当卧龙了呀 其实还是比较脆的对吧 因为你回忽来摸一张牌的话 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如果两张的话 那就有点厉害了 而且两张这个出发条件 也特别容易 还能限制别人 这种战术威慑 特别特别厉害 对吧 大家能懂我意思吧 好的 后面的话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打死这个司马懿 然后四打一这个曹操 应该也就投降了 这一局游戏的话 关于这个沙漠科的技能 还有这个牌局 讲解的并不是特别多 主要就是想给大家看看 这个卧龙沙漠科 这个组合的这个精妙之处 这个组合确实非常非常的犀利 但是这一局游戏很遗憾 咱们没有出现 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情况 对吧 不要着急 下期视频 我尽量给大家找一局 就是说回合外两厘米 就是说那种威慑性的 效果的那个录像 好的 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大家有喜欢看直播的时候呢 可以去咱们的某鱼 160504房间 去看策略直播 谢谢大家支持